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上 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 2009年至2016年 在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中方连续八年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 做出特殊安排 民进党自2016年上台以来 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久而共识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中方做出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决定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 一段时间以来 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向中方重申 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 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上百个国家通过专门致函 世卫组织总干涉等方式 支持中方立场 这再次证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 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也充分体现了绝大多数国家 在世卫大会涉台问题上 秉持正义立场 得到多注 失到寡注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不可撼动 推行台独分裂 绝不会得逞 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打台湾牌 搞政治操弄的图谋 都注定以失败告终